你曾说我的心像玻璃杯 走过台湾六十年在这个光阴岁月里 有一个冷门的东西都在生活日常陪伴着我们 而我们随着光阴岁月陪伴着我们走过时 已经淡忘着它 它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用品 玻璃杯 玻璃杯它是有感情的 有温度的 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 而被慢慢的被淘汰 慢慢的被遗忘 而玻璃杯的去向有的被打破 有的被扔掉 而有一些幸运的老玻璃杯被保留着 这些幸运的玻璃杯我都俗称它为老 玻璃杯 小编今天要来简单说明一下 老玻璃杯的回味 趣味性 早期一个玻璃杯可代表公司的荣景级 地位性 象征 而做一些玻璃杯纪念品 来赠予客户或朋友们 或有些店家商家们 也会做一些代表自家商店品牌的贩售的东西来打广告 随着早期年代不很发达的时代 可看出每个商家做出来的玻璃杯样式 都很奇特 很有趣 把当年的怀旧时光印记在这个老玻璃杯身上 这已经是台湾早期当年的文化特色了 在当年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 商店各有自家特色 印制自家行号在玻璃杯上 随着社会形态转变 玻璃杯上图案的趣味性越来越多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 大环境的改变 社会科技的发展史 这类冷门的老玻璃杯越来越少 至今已经很少人可以再看到早年有趣的东西了 小编今来解明说一下 可以为这小小的老玻璃杯看出 台湾早年的社会发展 及台湾早年的文化特色 让这一代新的年轻朋友们 可了解走过台湾60年的老玻璃杯发展史 在这里让小编来小小的打广告一下 喜欢老玻璃杯的你 千万别错过 快来期末拍卖金王祭 拍宝往来够藏哦 每一只小小的玻璃杯 撑不下太多泪水 多一点爱 就多一点疲惫 撒掉一些给自己放飞 轻轻悄悄的玻璃杯 玻璃杯 总是太容易破碎 撑下了泪水 就撑不下舞梅 究竟谁 烟灭了谁 那轻轻悄悄的玻璃杯 总是太容易破碎 撑下了泪水 就撑不下舞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